作為我們的國學大師 姚中堯教授對很多普羅大眾來講 似乎是遙不可及 但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都有遙老的足跡 讓我們去認識這位這麼偉大的學者 位於寶蓮子後山的心經簡林 木柱上面所刻的心經 就是出自姚中堯教授的首筆 在山野之間透出陣陣的嫌疑 楊先生也覺得 我們中國的很多首寫文 我們見到最古是一些木簡 所以他就提議 我們不如將它刻刻在很巨大的木條上面 造成了一個 現在我相信世界上最大的木簡寫的一部心經 心經的主子在於無掛愛 正如遙老一生豁達自在 喜歡和人分享交流 在2003年他更加將自己的藏書和書畫捐出來 成立學術館 還用了法國文化聖地 黃門小學為名 象徵學習之詞 姚中堯教授將他個人幾十年 研究學術時所累積的藏書 贈送給香港大學 《化師為功,回饋香港》 令香港大學姚中堯學術館 成為全球看學界的學術文化交流中心 這批書籍可以看到姚教授 對於國門學問他的研究的痕跡 另一批藏品就是藝術品 包括姚教授自己創作的書畫 也可以看到姚教授他近大半世紀 他的創作的歷程 要欣賞姚魯的作品嗎? 現在就多個地方讓大家去追尋 就是我現在處身 很多蟬聲環境很清幽的荔枝國 叫中堯文化館 文化館前身是由擁有過八年歷史的 荔枝國醫院改建而成 館裡除了會介紹姚中堯教授的繪畫 書法和學術著作 也會定期舉辦其他主題展覽 我們香港作為文化交會中心 是一個歷史的使命 我們希望能夠利用姚中堯文化館 這個地方去做一個宣揚文化 文化交會文化交流的基地 《萬古不磨意》 《終流自在心》 姚中堯這首名詩 表達出一種自信、自由、自足的自學精神 也是這位大學者一生堅持的信念 《萬古不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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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力訓言 《萬古不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